如果当初唐嫣没有发布这条微博 或许她和杨幂还会是娱乐圈中最好的闺蜜 2016年杨幂卡点为唐嫣送上生日祝福 并且还在文中提到了 祝她早日找到幸福的字眼 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杨幂发布了这条贺岁微博之后的第六分钟 唐嫣就在自己的微博中官宣了自己和罗进的恋情 两人一直都是娱乐圈公认关系最好的闺蜜 但唐嫣谈恋爱的消息 身为闺蜜的杨幂竟然不是第一个知道的 这下可把杨幂的脸打得啪啪作响 而唐嫣当时已经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了多年 能做出如此不懂人情世故的行为着实令人难以置信 而自此两人的虚假闺蜜情被彻底撕开 从此展开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明争暗斗 2017年唐嫣的工作室转发了一条非常敏感的微博内容 这条微博的原作者提到 如果把三生三世的女主角换成唐嫣 那她肯定就会将电视剧从头看到尾 唐嫣工作室转发的这条内容 很快就在网上引起不小的争议 尽管工作室方面及时出示声明账号被盗 但依旧没能让广大网友群众信服 不仅如此 在这件事情发生的第二年 杨幂因乍捐的事情深陷风波 而此时唐嫣工作室又及时出现 开始赞扬唐嫣资助了两名大学生的优秀事迹 网友们将两者进行对比 杨幂瞬间就被唐嫣比了下去 在唐嫣如此针对杨幂的情况下 为何杨幂还要不断忍让 唐嫣结婚的时候 最吸引人注意的并非是唐嫣没有邀请杨幂参加婚礼 而是杨幂在明知自己没有受到邀请的时候 还是在微博上送出了自己的祝福 如此大度的行为对比唐嫣在微博之夜上刻意避开杨幂的举动 人品差距似乎在这一刻就已经被拉开了 而唐嫣究竟为什么要如此对待杨幂 据说是在2009年拍摄《仙剑3》的时候 本来唐雪剑这个角色是要留给唐嫣的 但由于当时唐嫣的主要发展目标是在香港娱乐圈 在内地的知名度并不高 所以即便当时已经传出了唐嫣饰演唐雪剑的定装照 导演还是决定将这个角色换给了杨幂 后来《仙剑3》播出后 里面的每一位主演都凭借这部剧报火书圈 但最受欢迎的女主角还是杨幂 而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 虽然两人的影视资源祈鼓相当 但在个人事业的发展上唐嫣却始终更逊杨幂一头 或许唐嫣将这一切都归咎于是杨幂抢走了自己的角色 但她却不能生气 还要和杨幂以闺蜜相衬 直到六分钟事件的爆发才成了两人决裂的导火索 只不过在两人的恩恩怨怨中 杨幂却从来都没有怪罪过唐嫣 如果当初唐嫣没有得罪苏芒 或许她现在就不会消失在娱乐圈之中了 然后再有个人想要发生的那个是杨幂的